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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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来介绍一下这个音纤座 首先来看一下它的面板素质 面板素质呢 其实跟我们的 独角兽差不多的 各方面的素质其实都比 独角兽好一点点 它是金皮角色 其实各项素质都只比 独角兽好一点点 那如果是跟我们 这个龙凤比呢 龙凤或是 这个半人马 它们也是金皮的 亲母 它们素质 却比这个音线座还要 好上许多 不过 这只角色其实运气方面是 不错的 可以期望它在 后排的生存能力 再看一下 它的这个装备 战斗机 鱼雷机 不过它效率只有 100% 独角兽还有130% 所以在战斗输出方面 基本上鷹鲜座应该就是输给 这个独角兽很多了 不过防空炮的部分 它有到110% 那独角兽只有80% 所以基本上它是可以用 对空来打出这个放空伤害的 那装填这部分呢 其实也是输给我们这个 独角兽很多 不过装填的部分 我觉得很大原因是因为它的 技能的关系 那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技能的一个解说吧 OK 我们来快速浏览一下它的技能 首先第二技能 应该大家都知道 它就是航空域装填 那两次航空域装填直接开局就可以释放 然后可以补血 补前排7%跟补后排3.5% 再来第三回的航空 它的准备时间就被延长到90%以上 就是1.9倍 所以大概 极限大概35秒到40秒 会放出第三轮 所以它才会在这个时间再补一次 这个7%跟3.5% 这是补血的部分 好 第二个技能呢 就是一个弹幕机 每12秒固定会释放这个海大王蜂 还有TPF或是萤火虫 这些战斗机或是轟炸机出去输出 所以是固定一定会释放这个伤害 然后这个伤害呢 是航弹会投4个爆弹或是6颗鱼雷剂 伤害大概就打在底下 应该是这么多 然后它会吃80%的这个航空值 所以也不容小觑啦 即便它的撞电时间很长 那中间它会有这12秒固定的飞机伤害 也算是补足它在这个空窗机里面 没有伤害的一个技能 好 再来最后一个技能 它的攻击上限可以囤到三轮 一般航母都是囤两轮 一台囤两轮 它可以囤三轮 因为它一开始就有欲装填 所以战斗中自己所属的舰队 每20秒全队会回复1% 全队喔 很夸张 再来呢 另外一个 它可以跨舰队回复 不是自己的舰队 是跨舰队 另外一个第二个舰队呢 它每20秒会回复这个前卫舰队的耐久 3% 每20秒回3%耶 这大概就跟我们带了一只不动如山的猫一样 前排就自带一个减伤3%的一个猫咪 还蛮夸张的 其实其实之前我们就已经有见证到很多跨舰队的这个技能 比如说土佐啊 或者是卡莎布兰卡 它们都有这种跨舰队的技能 我相信以后这种跨舰队的技能也会越来越多 那这样组合编排上面也会越来越多元 好的 那介绍完技能之后呢 我们来介绍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它的奶量问题 它跟独角的时候到底哪一个奶量比较高 这个应该是很多人会存在这个问题 然后我就自表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 第一轮战斗基本上就是半惨了啦 因为它的预装舰在第一轮战斗的时候 你根本就补不到血 因为血是满的 那第二轮开始战斗之后 我们来算它第二轮之后 正常战斗有损血的情况下 它会补多少血 假设阴仙座呢 我们设定它是40秒 这个起飞 那独角兽我们设定20秒起飞 就是正常一般玩家不装这种快速起飞的道具的时候 40秒起飞跟20秒起飞 我们可以看到说 在60秒以前的战斗 其实独角兽跟阴仙座 在前排的补血量是差不多的 不过阴仙座它多了一个后排的补血量 这个是非常的不一样 等于说群补它可以补到后排 那如果拉长到80秒的战斗的时候也是一样 甚至到100秒 其实独角兽在补前排的部分 就已经赢了阴仙座很多 如果它多了这个补后排 整体的回血量加总在一起的话 其实阴仙座的整体全补能力 还是大于这个独角兽 那阴仙座这边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它在40秒的时候 一定会释放出这个空袭来补血 那独角兽当然也会 所以就看你的战斗过程 是在哪一边的 基本上它在60秒以前的战斗 一定会释放三轮 那独角兽呢 其实60秒有点轻 如果你在59秒完成的话 它第三轮是飞不出来的 所以要看你在战斗中 打这个平均战斗的时候 它花的秒数是多少 因为一间座一定可以飞三轮 60秒以前的战斗一定会飞三轮 那如果你要让独角兽飞三轮的话 基本上你就要压大60秒的战斗 才可以补到第三轮 那可能也会有人问说 如果用快速起飞的飞机的话 那补血量会不会有差呢 那我这边也帮你制表了 我今天阴仙座我们大概可以拉到 36秒 那独角兽可以拉到17秒 16秒真的有点太极端了 那靠猫咪啊 靠结婚啊 靠科技啊 才有可能拉到16秒 所以我这边拉到17秒左右 所以一样 在60秒以前的战斗 阴仙座很快就完成三轮的补血 那独角兽在51秒完成三轮补血 这边就是差不多的 以60秒为基顿的话 那接下来 那独角兽在补下一轮的时候 需要到68秒才会补到下一轮 而阴仙座需要到72秒的时候 补到下一轮 所以就起飞快速的这个条件来说呢 独角兽可以在68秒补完 这个32% 那阴仙座要到72秒才可以补到这个接近31%的前排 不过这边也仅差了4秒啦 70秒的战斗 68秒的战斗 其实就是有跟没有 补得出来跟补不出来的概念 如果拉到80秒来看的话 其实两边是差不多的 而且阴仙座还赢这个后排的18% 基本上啦 一场战斗 大概60秒以前解决是最好的 如果你拖到越后面的话 拖到80秒以后的战斗 其实有玩过大型困难海域的玩家 应该都知道 拖得越久 其实对整体的这个伤害其实是越高的 对五方的伤害是越高的 所以如何快速解决这个道中海域 或是快速解决这个王队 减少伤害才是最重要 不是靠补而是靠输出 这自古以来就说的好了 攻击就是最大的防御 你越快解决对方 当然你受到的伤害会越少 所以阴仙座就是非常的体现这个精髓 就是快速打击 前面御庄田 你手动可以释放御庄田 然后呢 广快解决战斗之后呢 在36秒广快补完血 离开战斗 那独角兽当然自律很好用 手动也可以 只不过就是要看说你的战斗时间 大概落在什么时段 基本上我会建议在60秒左右的时间 去完成一个战斗 如果拖越久 其实对整体的这个效果 整体的减伤 整体的血量 其实都是比较不健康的 除非是打王队 打王队通常有可能会拖的比较久 不过打王队一般来说 都是满血量去打王 所以应该也没有说 补血上面的这个差异在对 好 最后呢 其实不管你是60秒的战斗也好 还是80秒的战斗也好 就结论而言 起飞的快速啊 其实不影响他整体的补血量 那80秒60秒 其实两边对于前排的补血量 都是相当的 那阴仙多就是赢在 他可以补后排 那补后排这一点 其实就赢蛮多的 当然独角兽自身的这个 道中说出呢 一定会比这个阴仙多还要多 因为阴仙多的效率 刚刚说的很低嘛 那独角兽的效率比较高 所以在道中说出一定会比阴仙多高 那取得带之的 阴仙多的补血量 就会比这个独角兽还要多 当然另外一个更极端的 就是这个40秒的战斗 40秒的战斗 可能就是发生在我们的这个精英战 打精英怪的时候呢 有阴仙座这个预装点 绝对打得最快 而且血量一定补得最多 所以40秒或是30几秒的战斗 阴仙座绝对是完胜独角兽 这个应该是不容置疑的 那一般道中的情况下 其实这两个对于前排的补血量 没有差太多 反而是阴仙座对于后排的补血量 是有帮助的 好了 再来我们装备推荐部分呢 一般来说打一般道中 就是这个F4U金矮道 配的所有 它的对空炮呢 其实不错 可以给它比较高DPS的对空 那后面如果有对空威胁的海域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用这个雷达 因为它的对空效率比较好 反而你用这个精英压去撑 这战斗机的输出 其实对空能力而言 不会比这个对空好很多 另外如果你要打精英怪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金海道换成我们 这次活动兑换的海大黄蜂 打精英怪直接丢这两个爆弹 一千爆弹很痛的 另外可能也会有人问说 如果我们使用那个叫做归航性标的话 会不会减少这个起飞的时间 会 会减少 不过它就是从延长90% 变成延长86% 这个缩短时间不是90%乘以4%这个缩短时间 它是90%直接减4% 还是延长了86% 不是这么显著 要装也好不装 就看你的战斗时间去做调配了 好了 总结 这个阴仙盾呢 它就是一个群补特化的奶猫 那一般来说奶量非常充足 在高南海域或是开拓的时候 会用到非常非常的多 再来它的预装点特化呢 相信对未来这个精英战的时候 可以取到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效益 当然啦 奶越大是越好 我相信应该很多人 都能知道各种奥秘 好啦 以上是今天这个阴仙座的介绍 先能帮助你了解阴仙座 好 有问题下方留言告诉我 我是草莓牛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